這個東西只有來自於植物 叫做植物化學物 只叫做植化素 它可能有抗氧化的功能 調節免疫的功能 還有對抗病毒 還有細菌那些功能在 吃的順序其實蠻重要 你先吃下去一些 沒有含糖分的食物 到我身體裡面打底 尤其是蔬菜 越甜的東西越後吃 越沒有糖分的東西越前面吃 而且吃的時候要慢慢吃 其實這樣可以穩定血糖 然後也可以控制體重 我比較喜歡說是植物性食材 因為你說蔬菜 可能就以為是青菜而已 其實為什麼要吃 植物性食材的食物多一點 我覺得我有兩大理由 從健康方面來講 還有一個環保方面 那我們先從健康方面來講好了 就是說其實像我們有很多的纖維 大家都知道 那纖維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腸道裡面那個菜瓜布 你想想看我們整天 吃東西到最後到腸子 如果沒有東西幫我們刷一下 那很恐怖耶 很髒的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膳食纖維 你不可能從動物性的食物來 一定是從植物性的東西 才有辦法來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植化素 那我每次都喜歡把這個植化素啊 講成像保護身體的防護罩 這個東西只有來自於植物耶 那另外就是我要講的第二大點就是環保 我們發現大概有80%幾的農地 是養四隻腳的動物 可是那四隻腳的動物 對我們營養貢獻又不是那麼多 提供我們大概17-18%的熱量 30幾%的蛋白質 那我覺得我們人怎麼好怪 為什麼要去種很多的穀物啊 不直接拿來吃 還去養那些牛啊那些羊 還造成一些空氣污染 他們就是譬如說會放屁啊 反而會覺得說 是不是在環保的一個概念來講 我們是不是直接去吃那些植物性的東西 直接從那邊得到營養不是比較好嗎 植化素是我們植物在演化幾億年 它保護自己的東西 你想想看 如果說有人來打我們這個趕快跑掉 蚊蟲要盯我們的話 我們也趕快要抹個什麼東西 或者說曬太陽 我們是不是可以戴個太陽眼鏡 植物在那邊完全動不了 所以要必須研化出保護自己的東西 舉例來講 它藏在那邊曬太陽 我們戴太陽眼鏡的話 它就是研化出什麼 葉黃素嘛 是不是最近大家都知道的對不對 蒜素大蒜本來沒有味道 可是它一咬 它就會有味道出來 它就是一個保護自己的東西 而且是經過幾億年 植物為了演化保護自己 很珍貴的一個物質 所以叫做植物化學物質 叫做植化素 英文叫做 Phytochemical 那這個東西只有植物有 動物幾乎完全沒有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多吃蔬食 就好像藉由植物這麼珍貴的東西 幫自己弄一個防護罩 它可能有抗原化的功能 調節免疫的功能 還有對抗病毒啊 還有細菌那些功能在 所以這麼珍貴的東西 我們怎麼可以不吃蔬菜 不吃一些植物性的東西來 大家要多吃一下植物性食材 蔬菜水果主食類 要多吃一下圓太的 比較多的植化素跟纖維 譬如說我們白米飯 纖維就比較沒有 植化素比較沒有 如果變成糙米的話 它就提高了它的纖維值 提高了植化素 或者說我把白米換成地瓜 另外一個概念對不對 地瓜有纖維啊 大家都知道它有Beta胡蘿蔔素 這些東西都是白米也沒有的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要說 圓太還圓太這麼重要這樣子 吃蛋奶素會不會比全素好 這個問題 我覺得要看吃素的這個人 他對於營養有沒有一些概念 如果說你是一個 很有營養概念的人 知道說怎麼樣選擇食物 其實吃全素並不會營養失衡 以蛋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蛋 它是一個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營養的概念 你吃蛋奶素有吃到蛋 蛋白質來源比較可以確保 譬如說我們吃素的人 蛋白質的主要來源是來自於 黃豆 然後毛豆 還有就是黑豆 它衍生出來的一些豆製品 那如果說你沒有概念 你去吃到什麼綠豆啦 紅豆啊 它是碳水化物啊 它就沒有蛋白質了 所以就是說吃素的人到底 會不會營養失衡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真的要看那個人的概念 然後另外奶 現在六大類食物啊 就是說沒日飲食指南 有六大類 裡面有一大類食物是乳製品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它單獨出來 就主要是蓋 蓋這個東西 如果說我們每天有喝兩杯牛奶的話 比較不會蓋不住 可是如果說你是吃全素的人啊 你知道說要怎麼要去得到蓋的來源 不一定要喝牛奶 我可以吃譬如說豆腐 可是豆腐要記得要吃板豆腐 它的蓋比較高 譬如說芝麻 黑芝麻等等 那如果說你會選擇 你就不用去擔心 所以不一定要淡奶素 對 還有就是吃素的人 可能比較會擔心說 那個鐵是不是會比較不夠 的確吃素的人 鐵會吸收比較不好 因為我們的植物有很多纖維啊 或者是脂酸啊 或是多分類啊 其實這些多少會干擾鐵的吸收 但不會像說動物性的 像紅肉裡面的鐵是比較好吸收的 我們如果可以飯後 如果可以喝一杯柳橙汁 可以多增加鐵的吸收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他注意就是說 你在吃這餐的時候 不要馬上去喝濃茶 或是喝濃的咖啡 他也會干擾鐵的吸收 在吃素食者 可能要特別小心一下 我自己的健康餐盤 其實我在家庭蠻喜歡 像幼稚園小朋友 拿一個四方形的東西 我喜歡把它弄成四格 那四格裡面我怎麼擺 左上角我可能會喜歡擺 像什麼菇菜啊 菇類 藻類在裡面 左下角呢 我就喜歡擺一些 蛋白質的食物 豆類啊 如果說你不是吃素人 你可以放一些魚之類的 然後右下角 我喜歡擺主食類 那也是植物性的東西 右上角我喜歡擺水果 大家都會知道說 原來我有四分之三的格子 我是用來放植物性的食材 有四分之一 用來放蛋白質 蛋白質的來源 有可能是來自於豆 有可能來自於魚 有可能來自於蛋 或是肉 那我大部分比較喜歡吃 前面我剛剛講的豆 然後魚 這兩個是我現在major 我比較吃的蛋白質食材來源 我都按照我的順序來講 最主要是 我有看過一些文獻 就是說你吃的順序其實蠻重要 你先吃下去一些 沒有含糖分的食物 到我身體裡面打底 尤其是蔬菜 我就喜歡跟大家講說 我先在我的腸道裡面 放一個蔬菜柵欄 然後再慢慢的吃 蛋白質食物類的東西 蛋白質食物也沒有糖分 蛋白質的選擇 就是豆 魚 蛋 肉 這樣的選擇 因為這樣子前面的話 其實會比較偏素 就是蔬食料理的感覺 然後我再來吃主食類 有大分子的糖類 譬如說米 好麵 這些東西 然後再吃水果 它這小分子的糖類 它比較甜一點 越甜的東西越後吃 越沒有糖分的東西 越前面吃 而且吃的時候要慢慢吃 其實這樣可以穩定血糖 也可以控制體重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逆轉餐盤 吃順序的那個小撇步 這樣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出一本書叫做 逆轉餐盤飲食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比較推薦 這個台灣的一些 植物性的食材 有拿幾種的話 我想用顏色來做分類 黃 綠 紅 白質 這五種來推薦 台灣非常常見的一些食材 黃色我就推薦 那個黃豆 地瓜 都是黃色的 那我什麼推薦黃豆 就是它蛋白質 重要來源 我們蔬食者 不能不認識這個人 就是黃豆 蛋白質來源的 主要的key person 地瓜的話 就很好的主食類 還有很多的纖維 還有一些胡蘿蔔素 你也不能不認識它 然後綠色的 我推薦毛豆 就是黃豆的青少年 它也是非常好蛋白質來源 蔬食者不能不認識它 所以放好餐盤裡面 很重要 推薦綠色 另外一個就是地瓜葉 地瓜葉是我們本土 很local的一些 青菜 然後抗氧化力非常的高 紅色的話 我想要推薦 紅鳳菜 紅鳳菜我覺得很好 它鐵質來源很高 它的質酸不會很高 主食者 就補鐵一個很好的食材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小番茄 越紅的番茄越好 它的 GI 值不會那麼高 而且它的切紅素很高 白色的話我就會推薦 我很喜歡的洋蔥 洋蔥的話我常常用來熬湯 就甜味天然的甜味 我們不用再加糖 大蒜我超愛的 我們可以吃一些大蒜的話 它其實還有一些抵抗一些 病毒的一些功效在 紫黑色的話我蠻推薦的是 乾的黑木耳跟乾的香菇 為什麼推薦這兩個 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人 很少出去曬太陽 然後尤其是蔬食者 因為維生素D這個東西 是曬太陽合成的 然後還有就是魚背類來的 還有是乾 那個內臟 蔬食者不見得會吃到這些東西啊 那我就可以藉由乾的香菇啊 乾的木耳 代替我們去曬太陽 合成維生素D 維生素D也是我們現在人 缺乏的一個營養素 所以我為什麼會把這個紫黑色 把它推薦這兩個食材 是它的原因在 如果你喜歡早安經常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哦 請幫我們提供我們 請 請